总奖金高达500万台币的 2014富邦长春公开赛 11月14到16号 将在桃园龟山长庚高尔夫俱乐部开打 我国由6座日巡赛冠军得主陈志忠 带领钟春星 汪德昌等好手 迎战美日韩强敌 希望能把冠军留在台湾 今年大家刚刚都可以看得到 从国外 日本 美国 东南亚 有很多高手来参与这个比赛 所以我想今年这个比赛 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具有竞争性的一个比赛 我目前的状况也还不错 所以对这一场比赛 我应该也蛮有信心 我会全力以赴的 本赛事还打出不止成全 更是传承的精神 开放6个参赛名额给国内年轻选手 其中也包括刚在仁川亚运高球团体赛 夺得金牌的高藤以及于俊安 让他们有机会从前辈身上 吸取更多经验 很幸运人在业余代表 代表一些业余可以打这样大赛 对 然后也跟这些前辈一起学习 相信我经过这次比赛的历练 我觉得我会更加进步 然后打出更好的成绩 业余选手还是会小雀场 会有紧张会害怕 然后我觉得是学习他们的大棋 然后对 经验 此外2014富邦长春公开赛 还首度增加了65岁以上的超级长春组 到时候国内球迷们可以一睹 这些国宝级选手 多年来累积的精神经济 多爱情绪新闻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